今晚的爭議內容 原來真的有很多人關注 早兩天我們打開報紙 有幾份報紙 都有大隻標題寫著 大量內地客到澳門搶購奶粉 或者另外的報紙寫著 澳門奶粉買斷市 早兩天的事 誰知今天再打開報紙一看 標題變成怎樣呢 變成很恐怖 叫做 奶粉搶購一空 澳門嬰兒要吃粥 看到這個標題 你是不是連眼淚都要滴下來呢 澳門街 我們經常叫澳門街 澳門街 叫澳門街 因為它本來不大 很小 我們隨便在這裡找兩個超大樓盤 加上人數 比整個澳門人口多 所以你不難以想像到 奶粉的存貨不會多到哪裡 面對湧湧的奶潮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去澳門這些地區買奶粉這件事 最近在香港 嬰兒奶粉竟然成為稀缺商品 老闆就愛莫能助 不過不少香港媽媽 買不到想要的品牌就很不開心 走了多少間藥房 我想有十幾間 現在買到嗎 現在還未買到 而最近 這個奶粉坊甚至蔓延到澳門 甚至有澳門的家長說 嬰兒整個星期沒有足夠奶粉 又不想更換其他品牌 唯有就為些稀水作為補充 春節期間 到澳門旅遊的內地遊客比平日大增 很多人回內地時都會順便帶著奶粉 加上澳門本地家長的恐慌性搶購 現在澳門某些牌子的奶粉真是一罐難求 據了解 同樣一罐的進口奶粉 澳門的售價比內地便宜不少 最高每罐可以便宜90元左右 由於暴力的驅動 不少水客亦都開始走奶粉 澳門每日大約有4000多名的水客 好像螞蟻搬家般走奶粉 自然就造成了澳門的進口奶粉是期貨可居 對此 有澳門家長提出希望特區政府開蒸奶粉離境稅 不過有學者就潑冷水說 徵收奶粉離境稅 將會違反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自由貿易的規定 而奶粉生產廠就說 每年對各地區供應總量的指標 不會隨便更改 所以未來澳門奶粉供應緊張局面 將會很難緩解 最後一句不是聽到你頭殼都赤了嗎 我們今晚的最爭議就來看看 在你的角度 怎麼看老友去港澳地區買奶粉呢 廣東移動的老友發短訊息106586 媽媽二 發送目自一表示 你過份緊張 現在的家裡 只生一個 個個都金波羅 其實國內有很多奶粉 好奶粉 你信不信 現在你買三六食 可能全世界最安全的奶粉 無論上海也好 北京也好 夠大城市了吧 拉至全國的小孩子 又不是這樣吃 又不是吃國產奶粉 或合脂奶粉 哪有事的 緊張而已 發送目自二表示 應該的 你有條件的 出去買吧 一來價錢便宜 最高一罐是90元 二來質量有保證 如果國產人真的信得過 用什麼山長水遠走那麼遠買 過關要排隊 你以為不辛苦嗎 絕對是有必要的 發送目自三表示 看情況 真是因人而異 如果你經常出入 或親戚朋友經常回來 當然選擇在港澳地區買 如果每次都要自己特意去買 那就真的想清楚 反正看國人情況才行 以上就是今晚的三個選項 我們金據和抽獎依舊繼續 一毫多分表達內心 等待你的意見 由到聽說時間 選擇一 認為去港澳地區買奶粉 是屬於過份緊張的 811票 選擇二 認為絕對有什麼必要 是最多的選擇 1879票 選擇三 看具體情況而定 有645票 多謝各位老友投票 我想今晚投票的老友未必 每個家都需要即時買奶粉 更多是出於對我們食品安全的不信任 說到信任或信心 由奶粉到藥品 經常都會見到不合格 甚至有害身體的身份出現 而小朋友的身體本身差的抵抗力就弱了 若然他再受到外界的傷害 隨時可能會影響他們一輩子的發育 所以作為家長的心情 其實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得到 而在品質監管方面 外國的監管在印象當中 我們覺得應該比較嚴格一些 而且他們生產商的誠信 得到大家認可 畢竟是這麼多年的牌子 買得放心 用得安心 這件事 用錢也換不到 何況很多牌子或牌子裡面的型號 只有港澳地區才找得到 其他地方你買不到 好 再說回錢方面 無論是現在匯率的差價 或是當地稅收的優惠 在港澳地區的麻辣粉 真的比內地便宜很多 基於平靚正的三大原則 大家去買奶粉 又好像無可口非 其實奶粉 我覺得是一個表象 省錢也是一個藉口 大家去買的 我想更多是信心 我看到那些長長過關的人籠 拿著一罐罐奶粉的時候 我就即時想 不知道那些有關部門 想什麼呢 他即時看到這麼長的人籠 即時會想 趕快提高質量 降低價錢 挽回消費者的信心 又要即時想 不是 即時要出台什麼政策 為了即時保障國內品牌奶粉 保障他們的銷量 禁止奶粉過關 是不是要這樣做呢 想輕輕地問一句 麻煩你分清楚 你要禁制的是奶粉 還是信心 現在澳門買斷市的奶粉 香港都幾乎找不到 下一個搶購點又會去到哪裏呢 對於港澳奶粉市場供不應求的現象 是不是會導致他們的價格飆升呢 如果真的他們的奶粉都要加價的話 那我們國產奶粉的信心問題 間接影響了澳門地區的小朋友 要吃貴奶粉 加一噸三醉清安下去 可能是幾天的事 或是噴噴水的事 要將後遺症解決的話 就不是一朝一夕 你說我要表決心就可以做到 雖然家長沒有吃到毒奶粉 嬰兒奶粉小朋友吃 不過家長全部都中毒 而且那些毒都吸收了 吸收了在心裡 在腦裡 如何使用呢